天下第一先生来自求仙问道 大家好 我是阿七昨天晚上在路边的观景台上面搭帐篷睡觉的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多了 今天太阳挺好的 然后我还在剪视频啊 今天目前还没有出发 一会儿先吃个午饭 把东西收一下 我们下午出发风景还是挺好的 这两天天气挺好的 每天都是大太阳 来个大鸡腿 阳光太晒了 我带了一个帽子 东西的话已经收好了 我要先把这个车子给它推下去 然后再上来拿这些行李什么的 哎呀一拍 然后太阳能不能还在充电呢 先把这个车子给它推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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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个观景台 桃花岛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离我昨天晚上露营的地方也就500米左右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这个凉亭是在底下 车子可以直接起到这里 那边也可以露营 我昨天露营的就在那边那个伤头 还得把车子扛上去 那边是高速 垃圾扔一下 再喝口水 得继续出发 今天虽然说没多少公里 但是出发的很晚 二道河大桥 有点风 二道河村 看到这里有一个铁皮房 我们去试查一下 风水宝地 但是门是关的 正对面就是非常美丽的水库 在这里搭帐篷 早上起来就是面对高山河流 有点可惜啊 这个门是关的 虽然说门开的 我今天也不在这里露营 但也不失为一个背雪之境 前两天没戴帽子 感觉脸上都有点晒得脱皮了 这里种了好多圆圆的树 不知道是修整的 还是自然生长的 挺多的 中国水都亚洲天池 黄武丹生态文化旅游区啊 上武丹山 看山看水 看神仙 这里有一栋 新建的房子 这可以可以 这个露营觉得非常的好呀 哎呀 前面都是 丁家营 这应该是一个小镇 现在是一个文化的 跟河和西哥的厚度 现在又有一个小镇 跟河和西哥锅里要看 车全是一个小镇 有点是一个小镇 第二栋 所以被这里也る 有点是一个小镇 特别是一个小镇 一个大山河 再加一个回忆旋弯 离武担长越来越近啊 再次看到南水北调的源头 这些水域全部都是相连的 几十公里那么长 即将进入武担山特区 绿色的就是 武担山天下第一仙山 曾经是古人的寻仙修道 烈武之地 如今变成了一个旅游关区 当然这里依然还有许多道观 来到武担特区 武当太极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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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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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谷 整个武当山特区是一个大的一个旅游景区 然后在这个旅游景区之下 还有很多小的旅游景区 后面的景区叫快乐旅游区 我车也来了 我们继续前往武当山中心区域 还有五公里 在黄昏前快到达武当山中心区域了 到这边发现桥挺多的 因为这边水域也很广 对面好像是武当山游客中心 也不知道旅游区里面好不好找露营地 马上进入武当山旅游特区 前面的房子应该就是了 左拐就到了 国家机旅游度假区 这围墙是灰派风格 这边的房子 古风比较浓郁 看一下对面 这有点像秦 这种红色的窗户 秦汉时期 到这个景区还是上山路啊 这边属于山脚 所以的话上坡路比较多 没有平路的 这些店铺不知道是干净的 还是位置比较偏啊 都没有开门 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武当中心区域 到这个玉须宫 应该就是比较靠近的地方 旅游区的话就是酒店业 然后餐饮业比较多 剩下的就是一些民俗一些特长 武当山 天下第一仙山 来自求仙问道 先去拿点快递啊 又离开了 光昏前到达武当山 一个大沙漠之后 又全程都是下火 明天要是再来这个武当大门 这里看的话 就得爬半天啊 买了四个快递 到了两个了 但是四个快递四家地方 可以吧 现在先去拿下一个 已经到了的 还好离的不是太远 就在这个小区的两面 在人家院子里面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这个是个太阳轮板 刚好拿到一个袋子 然后里面是一双鞋子 正好装起来 这里有点像四合院 后面都是房子 左右各有一栋小区 然后正前方的话 是一个连接的商业楼 也是小区吧 这里既不是镇 也不是县城 但却比县城感觉还要繁华一些 这就是武丹特区 现在沿着武丹的这条河 去前面找一个稍微偏僻的地方搭帐篷 天也快黑了 城市中心还是不方便露营 中国的春节快到了 现在路边正在布置一些彩灯 浓浓的节日氛围 看一下路灯都亮了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多钟 前面是高架桥 高速公路 这里还可以 在武丹山这个小河边 然后找到一个停车场 后面的话就是卫生间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停车场休息了 看一下这个夜景啊 这个比较好看一些 看一下这个鞋子 先拆开 看看主要看看大小 这也算是一个新年新鞋的 也是工具的鞋子 先试一下大小 大小可以的话就没有问题 可以 刚刚好 前面还有一点 到时候天气冷了 可以多穿点长袜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and expect us to see you and find your house and call us then you are if you cou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